那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想說畢竟我才三十幾歲 然後我就 後來我就決定去大醫院做 什麼X光啊什麼之類 然後那時候我是先從骨科 骨科開始轉診到運動傷害科 因為現在分很細嘛 我就是去榮總看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這樣轉過去之後 他就先幫我做檢查 他就說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 他就要幫我轉很多姿勢 說是哪一個姿勢會痛 然後因為他那個地方真的太小了 他就說那我先幫你照X光 然後X光出來之後 下一次去看報告 他就說X光看起來好像有受傷 他說如果嚴重的話 因為可能有可能 他的判斷是 如果是什麼後十字韌帶拉傷的話 就要開刀 我也有注意過 有一些人的脖子這邊 他好像會有一些 白白黑黑 就是不是很均勻的膚色 然後那時候是我朋友就講 他朋友他就說 那時候他就覺得 他怎麼好像這邊一塊一塊的 感覺很像夏天曬傷脫皮 那他可能不是脫皮的很均勻 然後就會這樣一塊一塊一塊 那時候他就覺得說 你怎麼感覺你這邊 好像有點異常 這皮膚不是很均勻的膚色 要曬也是全曬 但要脫皮應該也是 久了也會恢復 可是他就是 他說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他說那時候其實也是 完全沒有想到 因為就會覺得 哎呀 只是曬傷啦 只是這裡怎樣而已 老了啦 什麼多一個斑 然後尤其是白色 我覺得很不容易發現 然後結果後來他也是沒有 完全對方也是不為所動 結果後來檢查他 好像是皮膚矮 有一對母女來我們門診 來的時候 他就拿著那個 外面照的那個攝影的 那個報告給我看 他沒有騙子給我 他只有報告 然後那報告就是 很粗略的報告 只是國建局那種報告 不是那種醫師 政治打的報告 只是說你這個乳房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建議要做經驗檢查 我就說有沒有騙 他說沒有 他說那你是怎麼問 他說外面 就是國建局現在有檢查 他檢查完之後 那國建局請他再回來追蹤 然後他去外 他家的附近有個婦產哥 他那邊有 因為現在很多婦產哥 在外面也有幫忙 做什麼防曹英波 那邊的婦產哥意思是 好像有問題 疑似矮症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自己幫你 做一次曹英波 可是那時候是禮拜二下午 那時候我說 因為我看他很緊張 哪個目的都很緊張 我就說 我最快可以 你要今天做嗎 我說我看你很緊張 你要今天做嗎 今天做我會請另外一個醫師幫你做 因為我現在在開門 我不能幫你做 如果你要我幫你做的話 就禮拜四來 我第一個幫你做 他說那他要禮拜四做 我說好 那禮拜四來做 禮拜四來我就看到那母女 我一點半開始做 他們其實一點就坐在那邊 媽媽就躺上去 我一坐 坐 坐 就沒事 我怎麼看就覺得很正常 我就跟他媽媽講說 欸 沒有問題 我媽媽這樣伸吐一口氣 坐起來 他女兒 從旁邊這樣衝過去 兩個女兒就抱在一起哭 我想說 哇塞 有什麼感動嗎 對 我就覺得很訝異 我說怎麼這麼感動 他女兒才跟我講說 他們是從新竹過來的 他特地抱草上來之後 叫我做那超級 其實他媽知道 這個抱草已經一個禮拜 他媽公司這個禮拜 就瘦了三公斤 我其實是 我去年七月的時候 去日本拍廣告 但是有一點意外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當中的情節是有要去 拍滑草 因為你知道我們都不是 有受過專業訓練 也不會滑雪 所以滑草的時候 他其實基本上 你就要聽從教練 因為我們那一天 他就是教你說 你要能夠停下來 因為從高處滑下的時候 你停下來一定是往側邊甩 因為拍廣告 然後就要很多很多很多次 所以那天摔完之後 我都是往同一邊 就是這一邊 左邊摔 然後回去當天 其實我就有點不太能走 我就覺得我的膝蓋受傷 應該因為一直重複重複重複 然後是速度很快 然後其實到隔天 已經有一點覺得不太能走 但是想說應該就是 強烈的激烈的運動拉傷 或傷害什麼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多想 我就是繼續把 那個拍廣告的行程走完 然後我想說 大概一個禮拜後 回到台灣之後 我也覺得他 就是有點像 那肌肉痠痛就開始漸漸消失 可是我一直覺得 我的膝蓋是處於有問題 因為我常常 我們家小朋友還很小 我都需要蹲下來 幫他們換褲子 換尿布 我就發現 我不太能蹲 也就是說我只要同時失利 以前沒有感覺 可是現在就是只要失利的話 我就覺得 左邊的膝蓋就是有感覺 而且你就會 都只用右邊的膝蓋 失利或者是直降櫃 你就會這樣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我就有去 就是小的診所看 其實看了一年 我其實是已經都有看 然後他們就說 應該沒有怎麼樣 可能就是拉傷 可能開一些什麼消炎止痛 我也就這樣子 都有持續吃 然後吃了之後 好像也 你要說他是大病嗎 又不是 然後但是大概就是 他說快 可是他就一直在身上 他就一直 你就是一直覺得他是受傷的 你沒有覺得他痊癒 那你也一直覺得說 那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想說 畢竟我才30幾歲 然後我就 後來我就決定去大醫院 做什麼X光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是先從骨科 骨科開始轉整到運動傷害 因為現在分很細嘛 我就是去榮總看 然後那時候 其實就這樣轉過去之後 他就先幫我做檢查 他就說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 他就要幫我轉很多姿勢 說是哪一個姿勢會痛 然後因為他那個地方 真的太小了 他就說那我先幫你照X光 然後X光出來之後 下一次去看報告 他就說X光 看起來好像有受傷 他說如果嚴重的話 因為可能有可能 他的判斷是 如果是什麼 後十字韌帶拉傷的話 就要開刀 然後我心想說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 其實開大刀就是 他不會好到百分之百了 他就是一個受過傷的地方 那我就想說 那我以後我老了一定 就膝蓋就會很差 或是走路就有問題 然後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覺得照X光 其實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不是很明確 然後他就說 那我再幫你安排核磁共振 然後就等於是一層一層 然後到核磁 其實那個整個過程 大概應該有三個禮拜 就是在再排 然後當然去核磁共振的時候 他說他看起來應該是美食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我這樣需不需要吃 因為他一直都在 他就說 應該他會自然 他就說如果你要吃藥 我可以開給你吃 但你不一定要吃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那時候會很擔心 在開刀這件事情 就是當我很重視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很害怕開刀 是因為我在18歲的時候 我當時年紀很小 我根本不覺得怎樣 是因為我上運動課 就上排球 我可能有 倒到尾水你知道嗎 地鼓著地 就是在接球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只是覺得 我往後彎會痛 然後我就跟我爸媽講 因為那時候才17 8歲 然後講的時候 我就一直講說奇怪 我也都很正常 活動都很正常 可是我就是不能往後彎 我只要彎 我就說我彎不下去了 就這樣 然後我爸媽覺得 怎麼會這麼年輕就彎不下去 結果一去照 是很嚴重的那種 我是 那時候我爸媽決定同意讓我進去 開刀打鋼釘進去的時候 妳打這個地步 因為醫生說 如果我再有一次強烈的撞擊 如果導致這個地方 斷裂的地方是整個胰胃 我有可能會半生不死的胺 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手術 然後我到了10 大概過了8年後 因為就有醫生跟我說 你那個釘子應該要 趁你年輕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 結果沒拿 有拿就 後來我就想說 好那趁年輕那時候才20幾歲 我想說那我就把它取出來 早好早恢復 那這時候我第二次上手術台 然後第三次就連接著三胎都剖腹 就已經總共在手術台上5次 所以那時候其實為什麼我很抗拒 非常非常不希望再開刀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人生這麼年輕 已經經歷過很多次 都是在手術台上 所以我一直知道 其實只要有動刀 對身體都是滿 就是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傷元氣就對了 對就是只是說 能夠幫你保護著什麼 但是基本上傷元氣 或者是你的身體機能 絕對都不是百分之百的 這個過程當中還好是 他說他覺得不用開刀 他覺得他應該 可能是裡頭的軟骨 或者是那個筋 是一直發炎存在著沒有好 那你日後有沒有腰痠 會不會常常腰痠 其實應該是說 就是我這也 我18歲到20年了 我開到20年時間 其實幾乎都是有定期在看的 然後每次那股科醫生 他都說 你這股頭長得很好 然後可是你要說 恢復得很好對不對 你要說對 我覺得身體沒有影響 我覺得有耶 因為我現在走路 其實人是歪的 是看不出來了 看得出來 我覺得上面的種種跡象 我覺得我自己是高危險權耶 然後又加上我其實自己也常常都會把包包背身上 都是什麼化妝品 因為其實我的工作人員都知道 我幾乎都是自己化妝 所以我化妝品就都會背在身上 包包很大 可是剛剛醫師都說的大部分是 像你老婆也是 就是40天沒來 我是來不停的那種 對 我的驚奇亂掉是來不停 就會來十幾天半個月 他還沒走 結果後面變滴滴答大家 好像我就看醫生 醫生說好像這也是什麼黃 黃體素還是 黃體素 黃體素 對 然後就也是要開藥池 然後我還有一次也是 我忘了是經期前還是後 然後反正就連續拍八點檔幾天沒睡覺 然後那是剛好是過年前 那我有一天就是完收工 收工回家我就想說洗完澡就趕快睡覺 然後我躺在床上快要睡著的時候 我就整個就是下腹部是一陣痙攣的臭痛 就是痛到我覺得我呼吸都會痛 對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起來 然後跑去掛急診 後來醫生就說我 我內出血叫我要立刻住院開刀 那我三更半夜的 然後突然跟我講要開刀 我就會緊張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跟他說 我說一定要現在開嗎 他說因為好像內出血 如果不開容易休課什麼的 對 那我就趕快打電話給平常 就是我們習慣看的復刻醫師 對 後來他是說就是住院是看 他說我的因為經期有什麼 會有濾炮 然後我的那個濾炮破掉了 對 他也是說就是都是 我每次就是這些他檢查 他永遠都是說你可能壓力太大 或者是你作息不正常什麼的 有些人他因為可能要維持他的那個身材 刻意減重 所以減重的話就會讓你的荷爾蒙不足 因為我們身體的這個荷爾蒙 事實上是有脂肪轉變來 所以如果太瘦的人也會讓你 這個月經就會變成不正常 太瘦也不行 太瘦也不行 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 剛剛講到那個卵巢 黃體那種破裂 那個一般來講就是排完卵以後 我們卵巢 因為卵巢上面它會有一個小洞 把那個卵子排出來 那這段時間如果你有做比較粗重的動作 或者說比較粗暴的動作 或者說跟性行為也有關係 這時候可能會造成體內的內出血 可是一般我們正常的人 我們都有一些凝血的機制 可以幫助我們凝固 所以一般如果這種小量的出血 事實上是不用開刀 只要觀察就可以了 所以像這樣的病人 一般我們會給他在急診流關 流關四個小時之後 我們第一次先測他的血紅素 那如果說四個小時以後 血紅素下降的非常少 那代表說你的凝血已經凝固了 那就不需要去動刀 但是我們也遇到真的有病人 這種就是很急性的 那他就說我們一問他 他就說剛好跟先生完了以後 那半夜就來掛急診 一看那個整個肚子內出血非常多 那這時候就必須要用手術 去做止血了 那這個是叫做 那個軟巢的黃體囊腫破裂 那這個在臨床急診的案例裡面 還滿多的 我是那種 小時候因為就太喜歡吃冰了 我就是小時候 因為也不知道說 吃冰對女生不好 然後我想說就是一直吃 然後我是 就是很容易那種會驚痛的 而且我是那種痛到就是 第一天來會整個人 幾乎沒有辦法走路那一種 然後我是因為後來生小孩之後 我是靠那個就坐月子的時候 調養 不過因為現在比較不敢吃冰的 因為我覺得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開始 因為就坐月子的時候 我調了之後 像我現在就是 驚痛來就比較沒有感覺了 就是可以正常的 帶小孩做家事什麼的 我們知道說 所以第一個 為什麼有的人都會認為說 月經期的時候不能吃冰水 因為他覺得說 精血量變少了 那就會有人認為說 這個可能跟中醫的理論比較有關 有人認為說這是排毒 那我排不乾淨 所以就是說 事實上是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子宮收縮的 我說我們的 末梢血液循環會不好 因為我們的血管或是說 這些都有一些肌肉 所以有的人是說 你喝冰水的東西 冰冷的東西 可能會讓你的循環不好 那另外一個 也會讓人腸胃的問題 但是你看 回過頭來看 像在國外 你生完產以後 他第一個就叫你吃個冰淇淋 對 為什麼 因為他 是不是因為體質的問題 對 還有就是說 國情的不太一樣 幾次我在美國生完產之後 我的水都是冰的 我的點心是冰淇淋 但是是醫院用很好的牛奶做的 這是很健康的 甚至他們的小朋友啊 因為生病的時候 因為他都不吃了嘛 那他喉嚨又很痛 吃什麼好 冰淇淋啊 而且跑完步啊 去喝珍珠奶茶 或是吃紅豆牛奶冰 是最好的 對 因為 這個有學歷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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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亂喔 因為你活一點 他會讓你吃 跑完小時間 對 因為我跑步 所以跑完完就可以 沒有 我先把他吃 那個整個隻拍拳 對 沒有啦 在那中醫角度 我們可以提一下 西方的話 他們的體質跟飲食 本來就跟我們東方人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在產後 他們是吃冰淇淋 冰淇淋它本身是可能 就是營養是比較高的 它可以補充給產婦一些營養 這個是東方跟西方的不同了 我們剛剛提到說 其實你 比如說你吃冰吃熱 其實你還是要看 你是針對哪一顆 或者是什麼問題 像如果說我們臨床上 你女生吃冰 一定你在生理期的時候 你血量馬上一定會減少 這個是臨床上一定的定律 再來就是說 它藏不出來 它可能月經的血都會變黑的 這個你可能只是 還沒有去研究出來 到底是什麼問題而已 我聽很多女生講說 她月經來突然吃冰 就沒有 對 這個是 真的喔 而且還就是會變深 顏色也會變深 顏色就會變黑 這可能都還沒有研究出來 到底是什麼基礎而已 一般有腋下糊臭的人 百分之九十以上 他的耳垢是濕的 就是有一些遺傳的人 耳朵是乾的 有的人是比較濕 這些人裡面也有 百分之二的人在乳暈或是灰陰部 會有糊臭 所以說大概一百個有糊臭的人 大概只有兩個 乳暈跟灰陰部會有糊臭 這個偏偏是一個很困擾的問題 因為在交感神經激發的時候 那個味道會比較重 你說激情的時候 對 激情的時候 它交感神經又特別的 那時候激發起來 所以味道會特別的重 平常可能都聞不到 可能內褲裡面也不一定聞得到 但是發生比較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味道就很重 太慘了吧 當他得到高潮 反而那個味道會更重 但是這些都 好可憐喔 這些都可以手術 手術完就可以解決 但他自己知不知道呢 我碰到的很多 至少一二十個都是 搞不清楚 都是男朋友或是老公帶來 經過解釋他就知道 那個是糊臭 那要檢查 不然他一直拆 那個是遺傳的 就是父母如果有一個 有這個的問題的話 小孩可能 如果父母任何一個人 有糊臭的問題 生了 男生的話 大概只有20%會有 如果生了女生 有50%會有 所以糊臭的比例 大概女生跟男生 大概是3比1 所以如果有 糊臭的人就盡量不要生女兒 就是這樣 有一個很簡單的 如果你有糊臭 你生了小孩 你看他耳朵 如果你跟你一樣是濕的 可能以後長大 你就要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就像一個 比如說以前小孩生下去 先割包皮 他有沒有可能小孩生下來 既然就有這麼高的精力 去先做手術 基本上我碰到很多的小孩 他其實應該在青春期前 不應該做這個手術 因為你還在發育的時候 有糊臭的人在國小的時候 還沒有青春期的時候 是不會有味道的 那我們醫生會建議說 你最好青春期完 女生比較早發育 所以大概高1就可以來手術 男生可能要到高2或高3 可是我常常碰到一些學生 他在學校被排斥 我中生他有那個味道 會被人家笑 然後一上課他會流汗 然後同才的關係很不好 碰過一二十個這樣子的情形 就是他父母會來找他來帶給我看 我跟他說這個有可能會復發 然後他們都說沒有關係 就是早一點做 不然他沒有辦法上學 其實剛剛講到的是 比如說腋下或其他地方 我遇過的是腳臭的問題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同學 其實一般我們在學校 其實很少有那種脫鞋子的活動 那一次就是來家裡玩 不過因為他一進來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一下子 瞬間覺得過來 他就跟我借洗手間 那我就沒覺得怎麼樣 後來他就到我房間去玩 結果後來我媽 大概差不多半個小時回來之後 我就聽到我媽怎麼在外面嚷嚷 然後我就出來說 怎麼了 因為他一直叫我名字 然後我就出來說 媽你找我怎麼了 他就說 媽啊 那種的臭魚子 是否可以彈掉什麼 我就說 什麼哪有臭魚子 我說哪有什麼魚 他就說 不是 我剛進來的時候 聞到那種什麼 死魚子 鹹魚子那種 好尷尬 感覺像鹹魚味這樣的 我就說 沒有吧 哪有 他說有啊 我剛進來覺得那個 家裡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就想 我就有點聯想到 想說會不會是我 投學的鞋子 因為就擺在玄關那邊 然後因為我們家的廚房是 門進來這邊就進去了 所以他直接跟廚房連在一起 而且還又很尷尬你知道嗎 就有的人走進去 地板還會流汗 對 一定會有汗 那個腳印 沒有手汗 他有腳汗 他鞋子脫掉 尤其在國中時期 我兒子常常打完球 就帶同學回來 鞋子一雙比一雙爛了 又臭又爛 那多臭你知道嗎 他們又喜歡 他們也不想買新鞋子 對 他們又不行 他穿習慣那個鞋子搭球 你知道嗎 特別為了 而且有人走在地板上 剛剛好有那個腳印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要重新搓幹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處理 不然太尷尬 就是像這個我覺得 其實也蠻困擾 就是有些好像是 比較像是遺傳或天生的 然後變成他也不是 不一定是流腳汗的問題 反正他只要有穿鞋 只要鞋腳就進入到 一個密閉空間 好像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他一定要一脫鞋 就先洗腳 對 而且現在你看 我就跟你講 夏天來了 外面一定是 三十五六都常常見的 真的 發酵 那味道怎麼發酵 不過因為講到 剛剛那個周醫師 講到挖大便的事情 其實我小時候 很常跑急診 應該很常被送去急診 因為那時候 其實等於是三十年前 沒有像現在資訊 就是醫藥 醫護的資訊這麼發達 所以我那時候 小三的時候 非常常在 就是學校上課 突然就是 而且是會趴在地上大滾的那種 所以媽媽那時候就會 趕快直接來學校 把我領去送到急診室 小孩沒有辦法忍 所以一定是瘋狂 一直 大哭大叫 然後一直說 肚子很痛快要死掉 然後我媽那時候真的很誇張 因為完全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她真的是 跪下來求醫生 說拜託救救我女兒 可是因為後來 其實第一次檢查出來 就發現真的是 所以其實我大概每禮拜 每一個禮拜都會發生一次 差不多我媽媽大概累積了 差不多五次經驗之後 她下一次的經驗就直接 再接到老師電話的時候 她是直接帶了一顆 然後就先到學校 對 然後她就會把我帶去廁所 直接先幫我處理 因為剛好前陣子 我們家老三女兒 突然在半夜十二點多 醒來跟我說 媽媽 我肚子好痛 肚子好痛 而且我還跟她確認 一個多小時 我說是想要大便嗎 想要尿尿嗎 但她後來也是越來越嚴重 我趕快開車半夜 帶她去急診 那因為其實五歲多 只會講說肚子痛 那也是一樣進到急診室 也是敲... 但最誇張的是 大概 我大概知道 她可能也是跟我小時候的狀況 是一樣 回想到自己童年 然後最誇張的是 因為那時候就是 照S光確認 她也是可能沒有排便排 很多累積太多了 那她現在整個變成長腳痛 然後變成是 然後護士通常一定就是灌腸 她那時候是 小孩子對侵入性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恐懼的 所以那時候 她整個身體是完全 完全死命的在抗拒 然後整個身體變很緊 屁股也夾很緊 護士根本灌不進去 她才五歲 然後個子也很嬌小 我...連我都快要壓制不住她 然後後來是因為孩子 就是緊繃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她一定會累 所以就趁她 稍微喘口氣 趁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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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護士就說 媽媽趕快壓住她的屁股 如果你有灌腸的經驗 她會請你忍三分鐘 可是小孩無法 其實她叫你 一定要到30秒 但是從去廁所 真的忍不了30秒 孩子根本是用跳的用叫的 整個急診室都聽到她聲音 我很痛啊 一直叫 然後後來 我真的也忍不到好像20幾秒 我就趕快把她褲子脫下 讓她坐上去 那最後大便有帶出來嗎 其實很少耶 但是我覺得至少有先 排解她脹氣的狀況 因為你就聽到 她前面都... 便便你可以看 她是很像羊大便這樣 一小顆一小顆 排了幾顆 但是我覺得她一定沒有把那個量 所以後來有緩解她的狀況之後 我帶回去 我就有讓她在那幾天 多吃那個木瓜 因為她有那個酵素 然後比較能夠有軟便的狀態這樣子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